包膜为了保护商品 这些包膜肩负重任 只是一旦拆下来 顿时就变了垃圾 现在环保署和量饭店 以及回收业者多方合作 要打造新的回收利用模式 店里面的工作伙伴 其实事先先把胶膜的贴纸 必须要先做处理 再跟我们的还收业者 固定时间来所谓的收回的部分 然后之后我们现在正在跟 科技大学老师在研究 怎么样能够把回收的例子 我们之后可以再转换成 其他可再利用的商品 目前的处理量来讲的话 应该我们的得料率 大概占了90%左右 所以它的垃圾 还有一些损耗量 占了不到10%左右 环保署推估台湾每年 大约有1700吨的废弃塑胶膜 也因为材质单一 经过回收后 能制成PE再生理掉 磨袋和板材 甚至是气泡袋和发泡板 都不是问题 卖场里面每一家分店 大概产生 一天大概产生40公斤的包膜 我们卖场的配合 还有清除机构 它能够去集中 达到一个量的规模收集 那也能够达到 我们塑料厂的一个 进场的标准 这样子它就能够建立 自己的经济模式 官方书表示 希望半年内 可以号召更多量饭店 和物流业者加入 在呼喊垃圾减量口号的同时 能串联上下游 创造更大的资源效益 大约新闻 李时宣 梁嘉明 台北报道